嗨各位,这里是阿飞日常 那我们今天呢,占卜的题目是 最近会有新的恋情吗? 最近这三个月内会有新的恋情吗? 那这个占卜它是没有时间限制的 所以你不管是什么时间点听到 就你听到那个时间点开始往后推三个月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占卜不会说很长 所以看看要不要花一点点时间 然后选一下萤幕面前这三张牌 然后看一下你这三个月内会不会有新的恋情 那为什么要选这么像的牌呢? 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听到最符合自己心中的讯息 所以我就特别挑了都是圣杯的牌卡 然后,对啊,这样就比较不会有其他部分的干扰 这样就比如说,嗯 好,那你就选一张评之爵 选一张你最,觉得你最想选你最吸引你的那一张牌 然后来看看,看看你最今的桃花的状况 OK,大家选好了吗? 选好了,我要开始咯 首先是我们第一组 我们先来看一下你过去的一个桃花的状况 过去的一张就掉出了一张牌 。。。。。 好的 我觉得第一组的朋友 你们其实 自己条件也蛮好的 然后 你也是属于那种活泼 算是活泼大方 喜欢社交的类型 但所以你就蛮疑惑的 为什么 明明身边其实也围绕了一些对象 但是你却遇不到跟你一样有趣的那一个人 这样 你期待的是一个 跟你一样有趣 就是说至少你们可以玩得来的那样子的对象 但我觉得老天对你是很公平的 那个人就快要出现了 你这三个月可以再试着去把你本来的交友圈 更扩展开来看看 我觉得因为这边他出现了一个魔术师 然后他这个魔术师 其实我觉得会对应到你这个细心牌 就表示说 接下来出现的对象会是一个 蛮理想的一个状态 而且这边出现了钱币二 我觉得 就你们是可以说很好地玩在一起的 对 然后因为你其实平常对人也不错 所以在这一个 然后因为突然审判牌之后 你就会开始去 去审视说你内心自己真的渴望的是怎么样的一个陪伴 所以你就会更好的去把你的条件设定好 然后去看你周遭没有符合这个对象的条件 然后因为你对人也蛮好的 就是你不是属于那种很花心的类型 就是你是属于那种算人专情 然后对对方 就你用你的方式去爱着别人 这样子的一个人 所以其实老天爷也不会说亏待你的 然后对 所以不用担心 我觉得你的桃花出现的会非常的快 然后而且这个对象是可以跟你玩在一起的 我觉得挺好的 就祝福你 你的新恋情就快要来了 然后请把自己的准 请把自己准备好 然后去想一下你真的要什么样的对象去陪伴你 好我们最后用雷诺曼来看一下 我们用雷诺曼来看一下这个恋情 就是这三个月出现的新桃花 这个恋情会是怎么样的呢 OK 出现了狐狸 我觉得他这个对方的个性是真的非常的非常的有趣 对啊 好再抽一张辅助来看看 但是抽到狐狸的话就还是要小心 这个对象他是不是 只是想要玩一玩啊 或者是他只是想要一些短暂的刺激 所以好吧就是这一组的朋友你要小心你的财物至少不要受到损失 那剩下的部分我们就可以当做一个美好的体验 这样 然后OK不管如何 那应该这边也出现了一只熊 所以如果你是有在二选一的朋友就是你可能就是要选 那一个个性比较稳定的那一个人 或许就是说他不是那么的 虽然不是那么好玩有趣 但是他却可以好好的守护你 但这就回归到我们前面这张牌 就是审判牌 就是你要清楚你内心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样的对象去陪伴你 度过可能人生未来的几个月或者是几年 这样 那如果你是想要追求长久关系 然后你又面临二选一的话 你当然是选一个 可能他跟你玩在一起没有那么开心 但是他很稳定的那样子的一个人 对然后如果是选到了狐狸的话 就你可能会虽然很刺激 但是可能最后会是一个有点遍体鳞伤的状况 好那这就是给第一组的 就是我们最近的新桃花这样的讯息 这三个月会出现的桃花是这些 好如果你喜欢我的赞博的话就帮我按个赞 然后想要收到其他的资讯的话呢 就订阅我好谢谢大家 我这也是阿费日常 好这边是选到第二组的朋友 来我们先用塔罗牌看一下你最近的状况 然后以及这三个月会不会出现新恋情的可能 哇 选到第二组的朋友 我们先用塔罗牌看一下 我们先用塔罗牌的朋友 好 是 选到第二组的朋友 你内心其实是蛮渴望一个稳定的感情的 但是因为你最近啊 就是受到了一些伤害 就是最近在感情方面受到一些伤害 而且你觉得 这个关系或者是爱情这个部分 让你负担非常非常的重 你必须要很努力才能够 得到别人的喜欢或者是赞美 在你内心层出是 你是这样想的 然后以现实环境来讲的话 你的感情关系确实也是蛮竞争的 就是不管你是已经有一个 感觉在组织上是已经有一个暗恋的对象 然后或者是你刚 最近刚跟前任分手 或者是前任刚刚 不管劈腿啊 或者是说做出一些令你伤心的事情 这是比较大部分的人会遇到的状况 所以就导致说 你觉得你需要相当的竞争 然后你才能够得到爱 对 但其实状况不是这样的 就是你必须先让你的内心平衡跟坚强起来 然后你才可以去看清楚一些 可能被PUA的状况 我觉得这组蛮像是 就是蛮替你们感到心疼的 就是你们感觉 就是 是正在被PUA的一组 可怜的朋友 对 所以你可能要跳脱一下 就是 跳脱出来看清一下你现在的感情状况 不管你是单恋 然后你一直在追求同一个人 或者是 你已经在恋爱中 然后最近被 最近被伤害了 就是感到一阵伤害 那 就都要跳脱出来 看一下说 嗯 到底自己是不是真的被PUA了 或者是 嗯 见到一个情境之中而不自知 因为可以感觉到 你们过去是真的是相当的辛苦 你看这边这只熊塔 就背负了很多很多的权杖 虽然他很成功的得到或维持了这个恋情 或者是维持了就是 单恋 自己在单恋对象中的形象 但是 你也把自己弄得很累 虽然这是你 心甘情愿去做的 那 回到现实的生活之中 其实你 也蛮竞争的 就是是实实在在的是 你必须要守护好你这个对象 或者是 你心中这份单恋 然后你才会 觉得自己 是有价值的 然后我觉得 蛮替大家感到心疼的 所以说 要 好好的 再回头 省思一下 自己这些付出 是不是真的值得 就是不要一直做下去 对啊 或许这才是你真正 真正在感情之中 需要学到的课题 那未来这三个月中 我觉得你们还是有机会 遇到不错的新的桃花 或者是这个恋情 会有一些 转机 那而且这个 这个带有阴性能量的人 就不管是 女性啊 或者是 比较偏 硬柔类型的男生 他的 这方面 基础条件都是不错的 所以大家不要回行 不要觉得就是 不要死抓着一棵树 就不要 不放开 然后让对方 一直伤害你 有时候 把自己手中的 这些啊 这些重担 都放开来之后 你才能真正看到一个 更好 更新的 机会 这样子 对 而且这个 桃花还不错 它还 蛮有物质条件基础的 当然我觉得 这一组的朋友 因为你们一直都是 在感情中 很复权的 那种类型 相信你们搭配起来 一定会是很和谐的 对啊 你们可以一起 牵手 然后一起出去玩 然后度过 美好的每一天 对 所以 嗯 你的苦难快结束了 如果你愿意的话 对啊 我们最后再来用 雷诺曼来看一下 这一段 新恋情的结局 其实我觉得 选新的会比较好 对 因为 这个真的不错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各位的新恋情 会怎么样 放开旧的 包含旧的伤痛 这个新恋情 会让你觉得 很安心 抽到毛 就是会有一种 安心感 稳定感 对 好 它同时也会带来 呃 一些 丰盛的感受 跟成长感受 但是 就是因为 它这张牌 一定要跳出来 所以也必须提醒大家一下 这段 恋情呢 也会是背负的一些 重要的使命 或者是 也有一些课题 需要你去面对 但是我觉得 如果是两个人 都能够共同面对的话 就不会太困难 就不会太过困难 对 好 那以上 就是第二组 朋友的 心桃花的讯息啦 就不知道 大家 是不是会喜欢 这样子的 占卜内容呢 这个是比较 短的内容 如果你觉得 喜欢的话 就帮我点个赞吧 那也欢迎留言 就是讲一下 这组的爱情故事 蛮好奇你们 之前都经历了什么 怎么会这么累 又这么辛苦 这样子的感觉 好 那如果你还 想收到我的 其他占卜相关的资讯的话 就订阅我一下 好 谢谢大家 好的 我们来到了第三组 就是今天 最后一组 这三个月 有没有新的桃花 我们用 用塔罗牌 来看一下 大家的状况 就是大家的状况 看着 拿着 去 天津 拿着 盖 开始 看着 看着 去 看着 里面 打着 看着 做 所以 要 我 其实你是一个条件相对来说蛮好的人 周遭也不缺乏追求者 但是过去的你总是在思考说 到底要 因为可能真的没有出现一个 你觉得非他不可的人 所以你总是在思考 到底是这个比较好还是那个比较好 然后度过了很多时光 最近可能你真心喜欢的那个人出现了 所以你就开始觉得有点没有自信 没有那么有自信心 因为这次是换你去追求别人 然后你会同时也觉得 可能自己在外在条件上 没有那么配得起人家 这样子的感觉 如果是你的话 你再帮我继续停下去 不是的话就回到前面 重新选排一下 好 那最后呢 你就会 鼓起勇气把在内心里面 一直不断的心理去建设 就是告诉自己说 你要为了你的爱去努力一下 对 但是虽然说现实生活中 你总是会 你不是那种会替自己加油打气的那种人 你不要打击你自己就好了 对 因为出现这个保健8的牌卡的话 就表示说 其实你 其实你就 会一直对自己讲一些很没有自信的话 让自己去气馁 但是其实你的条件 整体条件是不错的啊 对吧 只是说你可能要再更 更加的懂得去跟对方的相处 就是去跟对方做相处 然后 能好好的相处 能够一起聊天 然后吃饭很愉快 这样子去慢慢的接近对方 你可能比较缺乏这方面的技巧 因为以前你都是被追求的那一个人 你只是考虑 你要或者是你不要 所以 也有 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你很缺乏这方面的技巧 就是怎么样好好的跟自己喜欢的人 去做相处的这种 技巧 但 你的内心深处还是很想尝试的 对 所以就停止自我伤害 我觉得就是直接开始做实际的行动 对啊 你可以参考一些 就我觉得有一些podcast 他们上面教 他很厉害的内容也是不错的 所以 可以去听您看 我觉得他们上面教的一些技巧 是很棒的 我觉得真心 真心加上技巧 就会 无往不低 那我们之后来 看一下雷诺曼 然后来看一下 选到第三组的这个 大甲 你们追求 到底能不能成功 这样 这样 如果那么加上雷诺曼 我看来 你会有点 Money 我对 因为要提升 这是更得了 我划算 是的 你会有点 我这吊足太多牌了 再重新洗一下 好耶 不错耶 好 我觉得 我觉得是 可以的 但只是比较慢一点 对因为 我刚刚前面有提到 你还有很多事情 要去学习嘛 对 然后 不管你这次 这三个月 这个出现的新的人 有没有成功的 去 跟他在一起啊 其实那已经不是 这件事的重点了 这件事的重点 就是说你 终于可以 学到怎么样 去跟异性朋友 去做相处 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你透过 可能追寻这个 你的梦中亲人的 这个过程中 你会学到很多东西 然后你会获得 很多知识 最后这些知识 会真正丰富你的人生 对 然后不过 如果你要 我给你一个 yes或no的答案 我觉得他比较偏向yes 所以在这边 也是祝大家 一次学习就可以成功啦 所以 恭喜你们 就是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照着 照着 从朋友开始 然后去 慢慢慢慢的相处 去了解对方 然后而不是 一下就认定说 这个东西是 这个人是你 属于你的这样子的态度 所以我觉得这还是很重要的 对 大家就慢慢的来吧 我觉得挺开心的 因为 这一组的 朋友 你的成功几率是 大概 百分之七十以上 太棒 圣诞节前 交一个男女朋友 恭喜你们啦 好 以上就是第三组的占卜 如果你喜欢我的占卜 的话帮我按个赞 然后如果你想收到其他的占卜 资讯或者是 生活资讯的话 你就帮我订阅一下吧 好 这也是阿飞日常 大家拜拜